福星乡公所为守护乡民交通安全 近日展开全乡反射镜清洗作业 反射镜在保障交通安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福星乡公所清洁队每年皆会安排时间 逐村进行反射镜清洗 以保障用路人及居民的交通安全 福星乡是一个靠近海边的一个乡镜 每一年的进入秋天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飞尘 然后飞尘都会卡在我们的反射镜上面 我们清洁队会安排时间来做清洗的活动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反射镜 让我们的乡民能够充分的使用 这些反射镜如果说有汙染 然后上面有一些灰尘 通常都会看不清楚 会造成误判 让我们的行车会发生有一些比较不安全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清洁队有时间 我们就要安排时间 来做全乡的一个反射镜的清洗 让我们的行人更安全 让我们所有的小民处于平安 这个我们的当地 十字路口都有这个清洋镜 可以维持这个交通秩序和安转 但我们正在这里 除了这个更重要的十字路口以外 都是向导都是要扣返照镜 让我们看到地方来这里 对我们的行车来做成帮忙 跟这个交通秩序和安转 我们说说从182年 里面开始清洁这个反召镜 182年清洁到三变的反召镜 我们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提供行车安全 帮助这个背景可以看清楚对方来车 我们贵远区的代表会当然是在积极 不但积极我们在它督导 我们也会把它分支 我们也会切身来关切 这个工作让它持续下去 谢谢大家 这个凡时驾清水是很好的活动 因为常常路火、大火旺木 这驾就有欧宇 欧宇后看不见就没作用 所以我们当这驾最重要就是 不让大家行车的安全 就是看有对方来车啦 旁边来车啦 所以说是想要对出来的清水 是非常好啦 我这里有建议我们工作 有个定期来清水 还有玻璃一遍使用的能力来冷涼 因为如果十六十十 经过我们的行车安全 应该用入钱到后就行了 好的 谢谢 好棒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